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部的小盖是容器的入口 又恰似犀牛的背囊 颈部层层褶皱 头上两根鸡脚 凹陷的眼窝里 黑料镶嵌成小眼珠 骨骼 肌肉 层次分明 焕发生机 四只蹄子落地平稳 每只三根脚趾 可见制作者曾近距离仔细观察过犀牛 金丝银线把雨林中的雾气变成凹凸的云纹 包裹着毛发 刻进犀牛表皮 闪耀着大自然中肉眼无法觉察的光彩 错金银工艺在铜器表面赞槽 镶嵌金银再用错石打磨 创造出华美而装饰为浓郁的图案 鲁鸡上 飞鸟 蛇 鹿 虎 猪 二十多只动物 轮廓细如发丝 朝天鼻 金条纹 长尾巴 出现出虎的身姿 繁复的工艺 鸿酒的材料 凝固人与自然的默契 百态丛生的真实动物聚集一堂 揽阔生命美好 久远的时空里 无数生命来过又离去 而后地球上出现人类 苗模和形塑生命 大约和人类文明同样久远 人们以各种材质模拟大地生灵 愿与动物共享自然 三千多年前 犀牛足迹遍及华夏 可一想象 西汉以后地球转冷 加上人类活动频繁 敦后对苏门溪被迫迁徙 如今仅仅灵星生活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 西尊送走了犀牛 比血管更古老的河流 流淌在比国家更古老的土地 过客来来往往 相视一笑 万物有灵犀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